核报揭秘 郭文贵已和中共达成和解 及格伯克 从郭文贵突然停止爆料及粗暴打击民运人士等种种异状 可以看出郭文贵和中共已经达成和解 郭文贵最近似乎心情颇佳并四处周游 显示其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已经大幅减弱 和解内容如下 一 郭文贵的亲属及员工积极审理结案 基于最轻判决部分资产解冻 但大部分资产将仍然查封 做出此项处理意在以眼人耳目 以维护习王违反府运动制造的权威 由于郭文贵的亲属及员工早已超级积压 判决生效时几乎等同于释放 只是民生有些不利影响 二 王岐山等交出大量海外资产给郭文贵作为补偿 相应的 郭文贵不是放王岐山等的言论视频 班农负责传话和会谈 作为回报 习近平答应协助美国积极解决朝鲜问题 王岐山的恐怖腐败问题 对党内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预计将以黄菊模式收场 为宝子女前景和平安 王岐山也坦然接受 并配合演戏 三 让曾庆红支持的王滬宁进入常委掌握人宣 让郭升坤顺利晋升政策委书记 这是对郭文贵国内人员经济活动的政治保障 四 让郭文贵主导海外维稳工作 此项上在谈判中 郭文贵声言三个月后再报量常委等资料不太切实 即时常委等高层的尖料不那么容易掌握到 除非有实际的交集和高人指点 这主要是为了换界夺权 而如今已经时过境迁 郭文贵声称观察三年 实际是缓兵之际 意在缓解支持者要求持续爆料的紧逼 郭文贵以悬赏证据和诉讼纠缠方式 恐吓挺郭会推特党等挺郭阵营中的反对人士 即时至是以金钱和人脉优势杀鸡害猴 意在收编和震慑相关民运人士让挺郭会 推特党蜕变为死心他地 奴性十足的斯巴达氏郭家军 一旦顺利成功挺郭会 推特党等将变成网络集中营 成为郭文贵任意操纵的政治工具 在澳大利亚中的拳打扫描连 推特党的银子 推特党的防守 推特党白产生的中央 推特党的角度 推特党的顶部 推特党的顶部 推特党的烤银子 推特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 郭文贵以悬赏证据和诉讼纠缠方式恐吓挺郭会 推特党等挺郭阵营中的反对人士及实质是以金钱和人脉优势杀鸡害猴 亦在收编和震慑相关民运人士让挺郭会 推特党蜕变为死心咖地 奴性十足的斯巴达氏郭家军一旦顺利成功挺郭会 推特党等将变成网络集中营成为郭文贵任意操纵的政治工具 核报揭秘 郭文贵已和中共达成和解 及格伯克 从郭文贵突然停止爆料及粗暴打击民运人士等种种异状 可以看出郭文贵和中共已经达成和解 郭文贵最近似乎心情颇佳并四处周游 显示其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已经大幅减弱和解内容如下 一 郭文贵的亲属及员工积极审理结案 基于最轻判决部分资产解冻 但大部分资产将仍然查封 做出此项处理意在以眼人耳目 以维护习王违反府运动制造的权威 由于郭红支持的王沪明进入常委掌握文宣 让郭升坤顺利晋升政法委书记 这是对郭文贵国内人员经济活动的政治保障 四 让郭文贵主导海外维稳工作 此项上在谈判中 郭文贵声言三个月后再爆量常委等资料不太切实 其实常委等高层的尖料不那么容易掌握到 除非有实际的交集和高人指点 这主要是为了换界夺权 而如今已经时过境迁 郭文贵声称观察三年 实际是缓兵之际 意在缓解支持者要求持续爆料的紧闭 文贵的亲属及员工早已超级积压 判决生效时几乎等同于释放 只是民生有些不利影响 二 王岐山等交出大量海外资产给郭文贵作为补偿 相应的 郭文贵不释放王岐山等的言乱视频 班农负责传话和会谈 作为回报 习近平答应协助美国积极解决朝鲜问题 王岐山的恐怖腐败问题 对党内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预计将以黄菊模式收场 为宝子女前景和平安 王岐山也坦然接受 并配合演戏 第三 让曾庆 给同家人见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